農曆春節 農曆春節就到了 台灣民眾不是忙於扮演貨 而是一組排隊買雞蛋 排隊人農比注射疫苗的還要多 原來全台雞蛋缺貨鬧蛋坊 街市、超市的雞蛋貨架空空如也 每日缺大約120萬隻雞蛋 餐飲業界蓋炭 就算有錢都買不到蛋 當地全市的雞蛋貨架空空如也 媒媒分析造成蛋坊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台灣早前曾發生禽流感 導致養殖雞折損 二是近期氣溫冷液變化大 導致雞死亡率升高 產蛋率下降 蛋量供應不足 三是去年中因疫情實施境界 雞蛋需求下跌 同期治療成本上升 加上之前行政院下達動漲令 全力壓抑蛋價 另面臨飼料價格大升的蛋龍 失去增產雞蛋的動力 亦令雞蛋供需在年前暖農 為了解決雞蛋之亂 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上星期四說 除了加工廠暫時停工 先改工鮮雞蛋和藍蛋北宋之外 亦將緊急從澳洲、美國 每州進口約60萬隻 估計要到清明節才能恢復正常供應 對於農委會緊急啟動藍蛋北宋 民眾質疑難道過去藍蛋不北宋 國民黨批評 執政黨沒有針對春節物資供應 做好超前部署 急著解急福島核災食品 蔡英文總統擺明輕民生 農委會針對過年前的缺蛋危機 反應慢半拍 逼得傳台在農曆春節前夕鬧蛋坊 亦有評論指出 2019年農委會 就曾因為放任雞蛋短缺 格格暴障而被監察院提案糾正 指責失職之舊甚明 但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只是將監察院當成掃膠 除了辯辭略見精進外 繼續放任缺蛋紅增價的亂象反覆上演 請到明天見 新剛才開始 9月15日 請把全面交換 公司收入 分架 之間 感谢观看